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江西勇新人 他自幼父母双亡 给地主做奴隶 睡牛圈 吃猪食 13岁之前根本没有穿过裤子 可谓苦大朝身 红军来到他家乡后 这个队就社会充满刻骨仇恨的苦娃子 用一块破骨围住屁股 就报名参加了红军 阎门兵参加红军后 作战非常勇猛 所以很快就一路提拔 担任红六军尖刀排排长 重 所周知 红军时期涌现出许多敢于身先士族冲锋在前的敢死队长式的优秀指挥员 许世友就是最有名的一个 他先后组织过五次敢死队 并每一次都亲自带队冲锋杀敌 阎门兵也是这样的敢死队长 他组织的敢死队次数 甚至比许世友还多 每一次挑选出敢死队员后 出战前阎门兵都要站在队前大吼 谁怕死 现在赶紧给我滚蛋 无人应声 阎门兵便斩钉截写地举起大刀 喊道 跟我冲 展开全门许世友 有过少年寺经历 无意精湛 而阎门兵则与他不同 他虽然没用练过五 却凭着一身血性和对敌人的仇恨 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同样令敌人胆寒 以此 敌人向他投出一颗手榴弹 正好在他脚底下爆炸 阎门兵当场昏死过去 战士们以为他已经战死 心情沉痛准备挖腾掩埋 突可拉撒到他脸上 阎门兵醒过来 喊了一嗓子 你们干什么 我还活着 一旁的医生吓了一跳 站成这样你还活着 看来 阎门兵也有害怕不敢收的人啊 抗战时期 阎门兵已经是八路军120师特务团一营营长 可是 他依然酷爱敢死队长的角色 1938年 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 八路军决定在河北平山县发起主动进攻战 当时 八路军120师决定组织一支赶死队 先行攻陷日军占据的平山城 阎门兵又主动领衔担当队长 他挑选出二百名战士骨干 120师领组织了两千多人的第二梯队 预备在赶死队撕开敌人缺口时杀入 扩大战果 阎门兵率领赶死队成夜幕爬上城墙 杀入平山城 发动突然打击 但是日寇毕竟不是弱旅 他们拼命反击 阻击预备队的进攻 阎门兵落入敌人包围之中 阎门兵和赶死队战士们毫不起内 他们孤军奋战 烧毁日寇一座营房 杀伤大量日军后 打算原路杀回 他们在平山城头与日 军展开最后的厮杀 赶死队经过一昼夜的血战 二百人最后只剩下阎门兵一人 他身中树弹 从城头跌落城下的死尸堆 天黑日寇没有继续搜索 阎门兵苏醒后 爬入青沙障隐蔽起来 几天后 被前来搜索伤员的武功队营救 阎门兵对这次失败的突袭遗憾终生 他晚年也常常对身边的警卫员 工作人员和儿女 谈起日寇犯下的弥天大罪 告诫后人 永远不能忘记对日本的警惕 阎门兵退休后 居住在大连一座日式阳楼内 大连是中国大陆被日本占据最久的地方之一 许多在大连出生的日本人 一直怀有 大连是自己第二故乡的情感 有的日本人并不觉得自己当时是侵略者 即便他们当时还是海童 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也缺乏反省 甚至每每还有自己是当年大连主人的怀旧感 阎门兵所居住的阳楼 就经常有一些不明动机的日本游客造访 都被阎门兵的警卫 袁祖兰 阎门兵事后非常赞赏警卫员的做法 晚年的阎门兵经常在报纸上 电视中 看到日本不反省 不承认战争罪行的丑恶行径 每当这时 年迈的老将军仿佛又看到 当年双手沾满国人鲜血的日军一样 激愤忘情地拍案而起 对身边人喊 给我枪 我要杀鬼子 2014年4月1日 阎门兵老将军逝时 享年100岁 有人说 抗日的英雄都长寿 此言不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